一名男子在新北租屋处涌枪自重 还在一楼入口装设了监视器要规避查器 桃园警方在昨天跨区攻坚 嫌犯一度躲到了顶楼的水塔旁躲藏 仍然不离警力招待 而警方随后在他的冰箱内查获了改造手枪 海洛英等等违禁品当场送办 大批警力在新北一处公寓内 全副武装口令一下破门攻坚 嫌犯四样的黑狗吓得闪避 武裏却不见嫌犯踪影 袁警赶紧顺着声响来到顶楼 有人有人 袁警小心翼翼爬上铁梯 今天男子就躲藏在水塔旁 立刻出声呵斥 嫌犯眼见逃不了 只得乖乖就范被狼狈上口 你很无聊 你觉得我们国外干冰箱 袁警领嫌犯回到武裏搜查不了冰箱 一开进藏着改造手枪子弹等违禁品 仁赃巨货 这名50岁的周姓男子 平时在新北领口租屋处涌枪自重 还在一楼入口处装设监视器规避查器 袁远警方21号持搜索票跨区逮人 为预防嫌犯逃逸 在租屋处周边布下天罗地网 嫌犯透过监视器发现遭远警包围 立刻奔逃到顶楼水塘旁躲藏 人遭压制逮捕 嫌犯平日有枪自重 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进行监控收正 经完成收正于昨日协同保安大队 特殊警力进行攻监查器 嫌犯心思缜密 不仅安装监视器还将枪支藏在冰箱 试图猛混过关 人逃不过远警的鹰眼 警方期货改造枪支一把子弹 九颗级一级毒品海洛英将男子 以送侦办 简珠强台湾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